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雷霆 那今天我要做一個清坦的訂真點分享 好像很久沒做這種系列 那這個地圖我們上次 玩蘿莉爆的時候有分享過 對面的嘛 那我來講一下這邊的 這邊的清坦訂真點基本上就 比較偏向於不動 就是你不能動 你就待著偵察 然後你覺得實際可以了 你在行動 不然你就一直待著 如果我們這邊的是比較弱勢的狀況的話 可能對面會推現的話 那你就到死之前都一直待在同一個地方訂真 你就可以轉移到其他傷害 雖然說你被發現 基本上就會馬上死 但是你如果他們正在推現的時候 你移動的話你不然做不到什麼血傷 因為你要盡可能延長 自己死掉之前開光的時機 那我們這邊先可以先做一個 你看偵察到對面的清坦 蘿莉爆他那個點過來的人 有可能是會晚一步被 就是會被我們亮到的 應該說他呆的那個點 好像跟我上次說的那個點不一樣 總之他直接就是 送我一堆血傷了 然後這個也是我們亮到的 那這台這台德國清坦也是我們亮到的 你看這個 當然不是每一場都那麼幸運 可是你看 其實你光看這一場 你就知道說其實 是可以 然後我發現我們的中坦有一些躲在後面 那這其實他們可能是相信 OBGA430有裝甲 但是我還是建議你們應該 這些後面那些中坦應該來幫他一下 就算他有裝甲他只有一輛而已 對 這個也被我們看到 好 那各位 我剛剛其實忘記放在樹 各位應該看得懂這一坨樹蟲是什麼位置吧 你們記一下 我位置記一下 其他的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那我自己也是習慣帶這個樹蟲 那你就不要動 這個不是我們亮到的時候也沒有協商 但是目前協商已經拿2000多 算是有個基本底在了 算是還可以了 那我們接著就 你看他們的中坦比我們多很多嘛 我們只有一個430在這邊沉 所以他們隨時有可能推過來 那 幸好我們這一場的驅逐 看起來是夠給力的 我們的隊友躲在後面幫忙黑槍的 他們雖然躲在後面一天 但是他們至少有黑圖東西來 而不是在那邊各種外砲打不到 所以 好吧 那就 就看他們 反正現在的狀況我們不能亂動 對不對 我們動的話會怎樣 如果我們動到前面去偵查他們兩海輕坦 我們同時要面對那個德國那台什麼 HWK12的火力 也要面對BC12T的火力 然後也要面對他們驅逐點位的驅逐火力 然後要面對這些中坦 他們可能轉頭過來打我的屁股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 判斷一下奇怪就知道說 其實我們現在不能動 就真的只能帶著 那之後我會動是 是為什麼 我們先看一下就是有一個BC他跑出來就是被亮到 然後被打死 然後之後好像那台HWK好像也被打死 總之BC是先死掉了 然後我這邊給我自己 覺得我能動的 的情況 我給自己設一個條件就是說 嗯 我希望對面兩台輕坦至少都先死掉 這樣子我去 嗯 只有一個中坦P44的話 第一個他被亮到他一定第一個動作是往回躲 對不對 那就是會比較安全 我到底有沒有等HWK12死掉 我才移動我不知道 但是HWK 沒有我現在又移動 但是因為我記得他殘血 所以 對我記得他殘血 所以我就想說 我一亮到他他馬上死對 然後他們的這個中坦跟我們之間 你看 我們往右邊看有三坡嘛對不對 他打不到我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單方面的去亮驅阻 那這方面我們很幸運他沒打到 就是說我們利用這個山丘當掩體 嗯 然後P44他好像也還沒出現 他也怕了 這邊其實 其實就是這個地圖有一些凹凸起伏 有一些地圖的凹凸起伏 有一些地圖的凹凸起伏是故意做給你的 他就是故意做給你 你可以把其中一邊的活力給擋住 像我們這邊 你看 開過去稍微亮一下那個 然後他就被打掉了 但是 我們只是瞬間開過去 露一個小頭去亮到他 所以其實 其實他來不及瞄我們 那我這邊就是很激進的打法 然後 我還不小心開車開到飛起來 那他被 幸好我們隊友有支援 有打他 所以他 馬上來收掉 然後看到P44 我原本以為他要衝下來對抗我 結果 沒有 他是在打我們的PC 那我就趁機出來打他 然後很幸運的就是說 欸 對面有一個中坦 被我亮 不知道是被誰亮的 就是 Skoda躲在下 懸來下面喔 對 是被我亮出來的 然後他事件就很慘 他想打我 結果他佈入自己的位置 所以你躲下面的話 不要躲那邊啦 躲那邊你被亮出來 就是 他是不是直接蒸發掉啊 你看 他被亮出來一下子而已 他馬上就 就死俏俏了 斷了他一堆鞋上 然後就 欸 趕快躲 其實這邊我不應該這樣躲 我這邊只是想 有點心急啊 因為蘇聯車根本沒副腳 也妄想從這邊露頭打人 所以我就 然後 LG432的裝甲吸了他一發傷害 我們在這 LG432的裝甲真的很神奇 我真的 我真的 那為什麼我要玩LG432 除了對這台車本身就有興趣之外 加上要解任務嘛 他那個 他後來新出那個什麼 我們現在就算是跟隊友在合尾啦 就是說 我們從這邊打吧 然後當然Forge會從屁股偷襲我 Forge好像有打到我一下 對 就是說我 這個 這個地圖基本上這樣玩 但是 每一個做法都有他的風險 像我剛剛這樣就是冒著被 驅阻鋼屁股的風險 可是 他們的中坦就會分心嘛 對不對 他又要看我這邊 然後我們的中坦就會 只能夠趁機 兩個方向進攻 我這邊加上 他們那邊不同方向打 那那個 他們就算有兩來 他們瞬間就死了 那這邊我原本是想要直接 衝過去到他 但是我擔心 那個130PM他會回擊地方 所以我馬上就是 轉頭 然後後來我發現 130PM他已經 跑到懸崖下面去之後 我才 可以放心的繞他們 我才去繞 然後後來好像有被他們 自走打到 呃 因為 對對對就是被自走打到 然後我這邊 直接果斷用了修寶 修寶 因為我怕我 因此就是 呃 被這個Forge 給弄到 因為 你知道嗎 被自走打到的主員 是瞬間就是變 變 痴呆嘛 就是 什麼事都不會做 也就是 就是 嗆掉了 所以車子的回轉啊 什麼移動速度都會變慢 所以 然後就瞄他的 欸 應該是打到他的那個 套塔鞋側面 或者是說他的車身之類的 反正 這場基本上就這樣 他們就是 他們中坦就哭哭啊 回不了家 真的是 就是被佔基地 原本我還想再去多打一點傷害 希望這場可以拿個M牌 不過 呃 後來隊友就是選擇站點 確實啊 站點是最安全的 做法 我覺得他們站點沒有問題 不過三台中坦 說真的啊 我們隊友這場 這麼給力 我覺得應該是 他們三台中坦 我們真的要把他們打成廢體也是做得到 只是 他們選擇站點 我就想說 繞個遠路看了 不能先打到T34的側面 不過在那之前就 他們就站點 好了 那就是 呃 以上的這個 RP的分享 到這邊結束 我們就勝利了 給他看一下 表機432的 因子 直播